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表示 乌克兰别无选择只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 英国首相约翰逊同日到访乌首都基辅 表示将尽力提供乌克兰所需的经济和军事之群 泽连斯基9日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 现在乌克兰别无选择只能坐在谈判桌前 俄罗斯没有其他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 只有普京能决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 约翰逊9日在同泽连斯基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英国及其合作伙伴将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尽力提供乌克兰所需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英国计划开放与乌克兰的贸易并帮助乌排雷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柯纳申科夫9日通报说 自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罗斯已摧毁乌军127架固定飞机 98架直升机 428架无人机 2037辆坦克及装甲车 229台多管火箭炮 886门野战火炮和排击炮 1941辆特种军用车辆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9日援引乌地方军事管理部门的消息报道 俄军夜间持续向哈尔科夫、顿涅茨克、卢干斯克和赫尔松地区开火 乌方正在疏散当地居民 乌克兰经济部副部长卡奇卡9日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影响约25%的世界粮食贸易 并将产生严重后果 包括粮食、尤其是小麦供应减少以及粮食价格上涨 此外乌克兰港口遭到封锁 俄罗斯对本国粮食和化肥出口施加限制 这也将对未来世界粮食产量和价格产生影响 自己的需求 感谢观看